Hello 我是Timmy 我是Emmy 我們今天會說敗家 又是敗家 我敗得很緊要 那我怎麼可以信息於你呢 今天有些什麼給大家介紹 首先第一件事先說洗流水化素 是Beverry Hills的洗流水和髮膜 我買了洗流水和髮膜 洗流水這品牌有很多條拉 有順滑、風型、染髮等等 我選擇了一個染髮配方 可能有時我會有機會染髮 染不染髮都可以用 另外我選擇了髮膜 它的好處是頭髮和頭皮 照樣捉上去也不怕 這個效果很舒服 就是冰冰涼涼很多滲透的感覺 不過賣得這麼貴 它應該要給我一個好的效果 至於會不會扣就不說 因為這麼大支 一公升有時間用 然之上了 對 不過這裏加起來 我總共用了86元 好貴 好貴 第二件事說攪拌前 我都去了很多會外的地方 曝曬過 曝曬過後 就馬上黑了 臉 最糟糕的是什麼 經常看到菲蓉印用 都想跟我做朋友 突然間 很害怕 除了吃維他命E之外 都很厲害 敷了一些paper mask 當中有一種 我覺得做完 立刻有顯著的效果 哪一種呢 大家都猜不到 不用這麼貴 都會有效果 就是我的美麗日記 這個紅果素極速美白面膜 為什麼我會拿他來用呢 其實一向是家裡的 但我看到 極速美白 台灣牌子照殺 但敷完後 我會覺得 即時會變得更好 我敷了兩片 我覺得 好像回復一些之前的我 那些皮膚 我真的沒有用過 我的美麗日記 其實 你會覺得他不好用 因為他可能不是很貴的 但他又做到效果出來 沒有關係 他便宜貴 最重要是有效果 這款我會覺得有很多 有燃燒 有什麼的 我覺得極速美白 他真的做到 有些學生的都能夠提供 我先試試一下 好 我喜歡塗指甲油 Ammy喜歡做GEL甲 原因是 我還沒做GEL甲的行列 因為我喜歡買些指甲油 繼續買東西 但塗指甲油最大的問題 就是等乾 有時等半個小時都還沒乾透 是呀 是呀 花光了 我最近在Watson市 看到Kate 也有一個 指甲油 速乾噴霧 我還沒用 不過如果真的有一個產品 可以令你快點 風乾到指甲油 我覺得真的不錯 最重要是便宜 三十多元 所以買了 遲些如果用了是好的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這個要分享一下 我換了一隻玻璃杯 這個牌子就是Gas Lock 可能之前你會認識是一些 保鮮盒 但它都是用玻璃的保鮮盒 這個杯是在八階換的 拿少許 前100分去換 只要三十多元 因為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始終用玻璃杯 會比用一些膠的東西好 雖然它可能做了一些沒有毒 但我覺得玻璃是 當中是最穩妥的 對 它說什麼的free 我都不太相信 所以它是玻璃得來 它就給你一個膠 讓你可以喝熱水 都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蓋 如果你倒入熱水 也不要緊 它的孔會給你疏氣 如果是少許分加三十多元 換到一隻這樣的質素 有很多顏色選 我覺得不妨去換一隻 放在公司也好 好 之前Amy教了我很多網路購物 之後 我第一次去ASOS 對 ASOS 去試買東西 我都想找一隻primer 雖然家裡都有primer 但這次想找一隻 防曬在數 我也想找一些 不是那麼多人說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突然買了 Paul and Jo的primer 我看網上少一些 我們本地的人這樣說 這隻Paul and Jo的primer 為什麼我會買呢 原因有兩個 第一 可以的 因為如果平時三百六 三百多元 我不捨得買 但如果它是二百多元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一試 二百多元得來 它是挺漂亮的 而且它最好是有三十度的防曬 我覺得它的味道也很舒服 對 如果你說二百多元 我覺得很值得去試 它很有趣 它跟香港門市有一點分別 它在香港門市也有這個 Protecting Foundation Primer 但它在香港是39度防曬指數 這個網上買的 我是SPF30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但我覺得是OK的 而且它有一點顏色 但顏色也不會影響你粉底 我覺得整件事是OK的 整件事 好水 一推就開 對 這個防曬的 記住是 Protecting Foundation Primer 我也滿意的 如果用這個價錢的話 很香 一推就漂亮 好像酒店的香味 不知為什麼我覺得是酒店 對 Rainmo 因為我已經認識了很久 我真的從來沒有用過Rainmo的產品 那我就不如試試試 用一下它們的膚品 這一款其實很像 Lip Bloss 但它叫Lip Blackra 就好像唇膏 或者是Lip Bloss的混合體 這個是很划算的 我買了只是六十多元 這條線的顏色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你們買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你們不喜歡大紅鮮紅的那些 你就要選擇像我這些沉實一點的顏色 因為你這樣看 塗上我的嘴 我現在都在用這個 都會是很出色的 就算我選到現在這個顏色 是的 我覺得如果它沒有香味 沒有成的 但是如果它是這個Price的話 我是喜歡的 唯獨是一件事沒有那麼喜歡 它都會失色的 照樣會失色的 而且如果你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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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很久 都會在唇膏邊圍著一點的 是的 但是如果我這個價格 Rainmo這個質素 我覺得是不錯的 是 好了 那也是在ASOS買的 我就買了一個Bonsha的Bonsha的Kid 這個是很划算買的 我不知道這個推廣做完沒有 它是100多元 200元有找的情況下 你不能選擇顏色 因為是Kid這樣賣給你 它就有1 2 3 4 有5樣東西 200元以下而已 首先呢 會買了一個Bonsha 因為香港是沒有的 你知道嗎 沒有什麼 Bonsha是沒有Bonsha的 是門市的 專門店都沒有 是 紳士專門店都沒有 這隻呢 經常都有人看過 那隻說朱古力的Bonsha 是這樣的 它有一點點香味 我之前都沒有用過這些Bonsha的東西 但是呢 我現在又覺得 用下去都不太自然 我今天有用到一點點的 不可能大家不太覺得 但是就適合一些人的初歌去試 如果想試這些Bonsha的話 味道和顏色都是自然的 味道都很好 好了 這盒東西最重要就是這個 第二件事就是它有個胭脂 我也滿意的這個胭脂 用掃 這個胭脂的顏色很漂亮 這個胭脂的顏色是這樣的 是 我今天用了它的胭脂 還有用了它的光澤 是 這個胭脂呢 我都覺得它是粉紅色得來 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光澤 有光澤 固然之 而且是很陽光氣色的 真的 它有一點金橙底的 有一點金橙底的 我又覺得 這個顏色很漂亮 嗯 你覺得我可以嗎 可以 是啊 其實我現在用剛才的胭脂 所以粉底我用了很少 好了 說回這裡 除了一個生羊毛的掃 還有 跟平時你專門買的那些 尺寸一樣的 沒有細度的 因為這個筆 第三樣東西送 你看看 它送了一個掃給你塗的光澤 是 你不要期望它不是Kabuki 它不是 它的毛是硬的 因為它要來給你打這些陰影 所以它的毛質是會實的 絕對可以 因為它是實的 但是它不是 不是粗的 不是的 要來打陰影用的 就不要用來塗碎粉 不要打算是那些 這個也是送的 第三個產品 好了 第四個產品 就是 它有一個叫做 Effects 3D Gloss 其實是Lip Gloss 等於 這個 它說Waterproof 也有15度防曬指數的 Lip Gloss 大支 但是 略嫌的顏色 我又不是很喜歡 Lip Gloss 因為它的顏色是啡色 它想讓人 你試一下 它想營造到陽光氣色一點 它是啡色 红紅黑色 黑色 不知如何形容 但是 我也會用 它是閃閃亮亮的 裡面的紙 但是 比較乾一點 就是出來 如果你皮膚會變得更好 對 真的好像這盒東西的女生 用到 對 比較乾一點 如果你覺得它是這樣的 暗光的氣色是可以的 對 即是滷火很白的 這個就不適合 但如果你是覺得很Sporty 很陽光的那些 這個顏色是好看的 好看的 還有閃閃亮亮的樣子 最後就是有支Eye Line 這個Eye Line是這麼短的 真的這麼短的 因為是送的 它就說明是Black and Green 你試試看 超級以上色 黑黑綠綠 黑黑綠綠 不過呢 其實它意想到是十分之好的 一滑就上了 不過呢 有個問題就是 我自己本身 是我的問題來的 我是一個超級油眼的人 就算我試過其他大品牌 high end的美容品牌 我也是用的 這個也是用的 所以我一用完上眼線 上內眼線之後 沒多久我下底都用完了 不過我用其他 其他大品牌也是這樣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意外 這個就 這些眼線筆呢 就 對 筆就 如果你油眼 其實都不太用指意 對的了 嗯 因為我也是超級油眼的 所以這些是難用的 是啊 所以它用我都不會怪的 因為我一隻隻牌子都這樣 是啊 這個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它的公開還沒完的話 我覺得值得去試 可能一盒東西裡面 有一兩樣東西 未必那麼等待 但你有三樣東西等待 都值得在 是啊 就是這樣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如果覺得幫到手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等我們再有 這個原動力去買多些東西 跟你們分享 對 對 好 分享給朋友 訂閱我們 Yo Yo Bye Bye